中国吉林省军区有一名叫陈孝的女通讯兵入伍才半年 她在部队被多名军区的高官轮奸之后惨遭杀害灭口 但是她的家长得到的死亡结论却是心脏猝死 现在这名女通讯兵的母亲已经由于精神崩溃而疯了 父亲的几年来上访都没有结果 胡锦涛曾经批示此案并派中央军委调查组去调查 但是案件的真相仍然被包庇隐瞒 请收看今天的新闻角落 2005年吉林省军区到大学招兵 长春市民陈大山的女儿陈孝 当时19岁 在吉林通话师范学院上大学一年级 同年12月1号应征入伍 成为省军区通讯站画舞牌的画舞员 陈大山近日接受新唐人记者采访时讲述 在东北地区当兵入伍的花钱走后门 他说 说当一个兵要花十六七万 而且这个钱还得有人收 没人收你一百六十万可能你也进不去 这个在部队来讲已经是已经失封见惯了 不是说什么新闻 入党多少多少钱 记事官多少多少钱 提干多少多少钱 这都明码实价的 像不像商品这样的 陈孝没花钱 凭大学生的实力被选进部队后才半年就出事了 2006年6月27号陈大山接到通知说女儿在部队病了 家人赶到省军区大院 陈孝已经死亡 而且不让家人看望 直到当晚快八点 家人才被允许上救护车看一眼女儿 发现女儿的身体和手指甲都是黑色的 陈大山说 陈孝的遗体被送到长春殡仪馆后 家人一直等到第二天下午五点 部队才来人处理 说必须要按照现役军人规定来处理 就在女儿火化的当晚 陈孝的母亲精神崩溃疯了 被送到吉林大学医院精神科 后来转到解放军208医院 陈大山说 到208医院住院之后 我们这次才发现 那儿都是这二十多岁左右的 能有个七八十人百十来人的战士 一打就哎呦都是被打疯 当时我的心呢 哎真是 我说我的孩子是不是跟他下场是一样的 陈大山表示 他没有生活来源 妻子只有800元的退休金 连他吃药的钱都不够 到现在没有得到任何赔偿 连国家抚恤金都没有拿到 只能靠老岳父的救济 沈阳军区后勤部工商保险处干事 吕晓明对陈大山透露 陈孝的抚恤金被吉林省军区扣押 从这之后 陈大山开始对女儿的死因产生怀疑 他至今没有得到女儿的死亡证明书 他指出 120急救中心开的是假死亡证明 女儿的病例也是伪造的 病例上写着心脏猝死 但是最后面却打了一个问号 而且病例的年约日也改了 他说 陈大山到省市信访 卫生部门以及吉林省军区 沈阳军区和北京上访 都没有答复 他忍不住哭诉说 2007年 啊 07年七八月份吧 你死了孩子一年多之后 省军区就有一个军官啊 就找我 他说他也是个父亲 他也有子女 所以他这种情况下 他说梁一世过不去 他现在这句话说不出来 他整一地认了 所以说他把孩子的死因和寂寞 他告诉我 他说我孩子是被部队领导 这名两杠两星的中校军官透露 陈校是被省军区 多名大校至将军级别的领导 轮奸了 陈大山说 道皮大官大 现在是几个人 要我这不敢相信呢 我这这种事 突匪都干不出来呀 这只有是法律司能干这种事 他表示 陈校案曾被华尔街日报 披露在海外网站 吉林省政府秘书长公开讲过 胡锦涛曾批示此案 并派中央军委调查组去调查 而调查结论仍然是心原性猝死 陈大山说 到后来中央军委调查组下来 代表胡锦涛主席来调查这件事 他们都敢欺骗 都敢作假 都敢贪偿王国 陈大山先后到沈阳军区和中央军委上访几十次 并给军委副主席 总参 总政信访局等 邮寄出几百份告状信 上访三年多 不仅没人管 还长期被警察监控 十六大前夕 他被五六十名解放人员从北京抓回 关押了半个多月 著名法学家袁洪斌指出 军队是中共最黑暗 最腐败猖獗的地方 军队中 对中共专制腐败的不满情绪 正在增长 中共暴政 正在空前的权力大腐败中 走向总体政治崩溃 新唐人记者吕蒙、李元翰、郭靖采访报道